周六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张有霞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视察 他指出装备工作事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责任重大 同一天 央视也公开图片报道指第一艘国产航母疑似全甲板合拢 分析认为甲板是航母建造的核心 甲板建造的完成 预示着航母离下水尽在致持 大船重工是我国航母的主要制造基地 辽宁舰的改造和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的建造都是在此进行 根据中船重工官方微信的报道 张有霞周六在中船重工董事长胡文明的陪同下视察大船重工时表示 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形势任务下 装备工作事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要为实现强军梦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据央视公开图片报道 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一次全甲板合拢 在周五 大船重工三工地航母船物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短暂的庆祝仪式后 大船人又投入了紧张的现场施工中 从图片中看 新航母的舰手已经多出了一块 向上微微扬起 并有红色礼带装饰 显得十分喜庆 尽管舰上仍有建筑材料 但是甲板的轮廓已经成型 我们国家的这艘航空母舰 当它的上甲板就是全部建好以后呢 说明它随时可以下水 那么就是根据大连造船厂 它自己需要不需要这个干船物 如果它需要干船物 它就下水 把这个干船物腾出来建造其他建议 所以呢 这是一个里程碑的工程 全甲板合拢对于航母舰车来说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甲板是航母核心中的核心 舰载机的起降 战斗力的形成 全都依赖于甲板 舰载机着舰时 航母往往需要顶峰航行 以便获得较大的甲板峰 但是在改善着舰性能的同时 也会由于航母甲板外部轮廓的不规则 以及舰岛上层建筑的存在 造成吹过甲板的气流的紊乱 军事专家表示 气流流过舰尾的时候 有时候会突然向海面下沉 然后再上升 形成所谓的攻击尾气流 这会对舰载机降落航机的精准控制和着舰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在分析过去舰载机着舰事故时发现 引起事故因素的25%以上是自然环境 这其中甲板纵摇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占全部事故的15% 因此美国海巡规定 近在期着舰时 航母纵摇不超过2度 横摇不超过7度 中国国防部此前曾证实 第一艘国产航母将采用滑越起飞方式 这一点与辽宁舰相同 而新航母的其他布局会不会叫辽宁舰有所改变 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有分析令为两艘航母并不会有太大区别 海巡希望尽快让第二艘航母入列 以便航母辽宁舰在2020年之后进物大修的时候 海巡仍旧能够保持一支处于战备值班的航母编队 因此在这样确保进度的情况之下 海巡并不会对第二艘航母的总体设计做出太大的改进 以避免延误攻击 它全都西装完了之后还要进行海试 如果你一切都顺利 那可以交建了 那你要是说如果在海试的时候 比如说有出现故障的话 那你就得继续维修 所以呢 这个通常离这个交建起码还有两年的时间 不过滑越起飞的甲板 有一大弊端就是会限制甲板上的活动空间 从而减少了停机区的面积 一般来说考虑到安全因素 竞载机在机库之中一般不会加油和挂带 只有转运到甲板之后才会进行整备 所以甲板停机区的大小 往往决定了航母竞载机的持续出动能力 因此停机区的减少会降低航母的持续出动能力 因为滑越甲板呢 还有两个起飞点占了比较大的这个面积 那么飞机 其他的飞机在从升降机升上甲板以后呢 它的这个调度的面积就相对的说要少一些 那么从目前看呢 我们国家一个是在把这些舰岛的部分呢 在缩小 缩小呢 一个是有利于给它腾出更大的甲板的这种空间 呃 面积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 但是也有观察认为 舰岛机飞行员对辽宁舰华越式甲板的运用已经驾轻就熟 根据央视最新公布的辽宁舰画面上来看 8架海军灰色涂装的金属舰岛机在航母甲板上依次排开 加上一架直8直升机 一架直9救援直升机 一共10架战斗机在甲板上停放 这被认为是目前辽宁舰所展示出的最强战斗力 军事专家表示 辽宁舰现阶段作为科研舰训练舰 将会尝试各种各样的舰载机配置方案 如果战力先行 则会完全按照实战的要求去配置舰载机 最多可以搭载20架歼15 而航母舰载机单日起降架子是衡量航母战斗力的重要指标 以前辽宁舰上每天通常只有四五架飞机进行起飞和逐舰实验 而现在8架歼15同时现身甲板 显示辽宁舰起枪架子可能已翻数倍 战力得到大幅提升 现在辽宁舰上已经拥有了大致是一个航空大队 航空作战大队这么一个规模的作战力量 包括拥有一个大队左右的舰载机 以及相应的一些直升机一些辅助飞机的配套 另据英国媒体周四报道 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将依靠弹射器来实现 舰载机短点重载起飞 以增强舰载机的攻击作战能力 报道称中国网络论坛上出现的一张照片显示 位于中国湖北武汉的陆上航母模型正在进行改建 该机场的主要任务是支持金属舰载机研制 当前最显著的变化是 华越式起飞部阶已经从航母模型中拆除 这证明中国的目标是建造采用弹射起飞阻拦着陆构型的航母 报道也指出该机场的两部弹射器分别是蒸汽弹射和电磁弹射 同山庄这两种设备表明中国可能尚未做出在第三艘航母上采用何种弹射器的最终决定 电磁弹射呢它主要是用电的这个力量 电磁的这种力量来给飞机增加一个外力 而蒸汽弹射呢它是靠压缩的这种蒸汽 一下释放出来的时候瞬间 电磁弹射呢它的效率高 而且可以进行相关的调节 根据飞机的重量进行调节 而这个蒸汽弹射呢一般是很难调节的 所以呢我们国家呢在未来的时候 如果采用弹射这种技术 那么当然应该优先考虑就是电磁弹射 那么现在呢现在可以与你我们用这种东西 所以评订件大家想放入 一起用站入这个组组的 很多颜色 现在就有点颜色